你见过这么狗的系统吗 主角刚穿越 就激活了一个求死系统 美其名言宿主你死亡 那就为这个世界的欺人之子做些贡献吧 主角想逃又逃不去 系统还叫他去跟欺人之女谈压 再让欺人之女将他击杀 斩断万千情思 哎呀 我这是什么情况 一不小心就穿越了 恭喜宿主父母 你是我的金手指吧 是的 宿主上辈子本是求死之人 如今系统的出现 只是为了宿主发挥生命的余热 更好地推动气韵之子的成长 等到这个气韵之子成长后 宿主就可以安心地被杀了 到时整个世界都会感谢宿主 为气韵之子的贡献的 我尼玛狗系统啊 我刚重生就让我死 应检测到气韵之子的存在 气韵之子 萧青自幼全家被灭门 看似根骨其差 但实则因为逍遥尊者的灵魂附体 吸收灵力导致不能发挥天赋 如今逍遥尊者已然苏醒 萧青在逍遥尊者的帮助下 已经突破炼器四品 同时拥有略接战斗的能力 不是吧 对面有戒指老爷 为了让身为反派的宿主 更好地推动萧青掌握修为 领悟招式 系统将赋予宿主 练气九品的修为 这个感觉很舒服 鉴于宿主只有修为 系统先给予宿主合适的功法 先检测到萧青生死斗时的最强功法 万煞归心 将为宿主自动修齐 先检测到萧青生死斗时的 最强招式钢气拳 将为宿主自动修齐 请宿主届齿与气韵之子的战斗过程中 全力出手 让气韵之子在战斗中施展同样的招式 让气韵之子得到领悟 这时 七叶新潮澎湃 感觉系统也没这么恶心 毕竟他给的太多了 系统 我怎么修炼不了 就算宿主资质再强 也不会给气韵之子造成生死压力 无需提升 专心做好等死的准备即可 这是完全不给我活络啊 腿在我脚上 我还不能逃跑吗 刚跑出宗门的地界 再往前跑应该安全吧 妖兽在大道上抓人 胆子挺肥的 看我未能出汗 这是什么情况 进入宗门地界就不追了 宗门没设置妖兽啊 难道是系统布置的 我又跳出来了 再回去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又跳出来了 打我啊笨子 这下有点完蛋了 既然地上走不了 那我就往天上飞 好端端的天气 怎么这快变天了 我迷马 闪电全朝着我来 快跑 狗系统 下手这么狠 我这是逃出来了吗 我都换个方向 换条路走了 还能遇见你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路江湖岁月催 红图霸业谈笑中 无胜人生一场醉 生路既然没得选 不如多饮一杯酒 快哉快哉 宿主这么有雅性 一个人喝闷酒 我过几天就要被嘎了 还不能让我享受享受吗 检测到气韵之子 骆无情 骆无情出生时 天降祥瑞 自幼并富精士 天资绝伦 乃精彩绝艳之辈 拥有成就先尊的大气韵 但骆无情 修习无情剑法 需以斩尽情思之法 方能成就至高境界 为了让骆无情 能够斩尽情思 请宿主做好准备 先让他迷恋宿主 沉沦爱河 再在其无法自拔时 伤害他的感情 践踏他的尊严 带其对爱情绝望 情思禁毁时 再让对方将宿主击杀 斩尽万千情思 为对方成就先尊之位 贡献自己的力量 祝宿主好运 我命由我不留天 继续吃鸡翅 喝酒 谁这么没礼貌 乱丢东西 骆无情事件 你见过这么惨的宿主吗 刚穿越就激活了一个作死系统 宿主为了活命 使出浑身泄出 原来是七叶师兄啊 那没什么了 你请随便 师妹要不要陪师兄喝两杯 师妹还有事情要忙 师兄还是好自为之吧 别在几日后被人给砸了 他这态度点醒我 反向思考一波 假如他爱上我 系统就会想办法打了我 你若不爱上我 那我不就没事了 师妹 等我一下 师妹 师兄能不能追求你 送你一朵玫瑰花 带带我火的红西 我也送你两朵小红花 让你收了这花心的心 不如再来烦我 打爆你的狗头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挨了两巴掌 他应该非常厌恶我 计划成功 若无情如今属意的理想对象 需要会谈骨争 要温柔 要耐心 要懂得包容 最重要的是 必须是一个不世俗 高尚而纯粹 脱离低级趣味的伟大人物 至于修为如何 心高气傲的江明依 并不在乎 因为他并不觉得 有人能强得过他 比起被盗驴保护 他更喜欢 保护盗驴 系统 我现在就一条命 你搞了两个气韵之子 你让我怎么死两次 宿主的任务 是最终能为 保卫万物苍生 宇宙苍穹的和平 做出贡献 若能达成 便是宿主这辈子 最伟大的成功 只要宿主的死能 促进任意 一味气韵之子的成长即可 至于死在谁的手上 并不重要 妈的 SB系统 先检测到 洛无情需要的理想对象 所汇技能 故争将为宿主 自动修起 网友一杯醉人酒 拦截半点俗世仇 是时候 去见见萧青 练剂四平 真不错 七夜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你 呵呵 你是怕我修炼太快 擂台上打了你吗 你 你 练起酒品 你是来羞辱我的吗 小青啊 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 你简直浪费了 我所有的心血 这是为何 我一开始就刻意 眼带修为 接近你 羞辱你 是想让你振作起来 可你现在为什么 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对你 还抱你期望 你不想为你爹娘 和宗族报仇吗 那我该怎么做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吧 这是我和宗文 对换的密集 无双之志 你拿去修炼吧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拿着 不拿你就是看不起师兄了 多谢师兄 你先修炼吧 有什么不懂 可以去问传宫得偿了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简简测到宵青 在生死斗时 将增加一门新的密法 无双之志 将为宿主自动修集 请宿主届时在与 气韵之子的战斗过程中 全力施展此法 让气韵之子通过战斗 对该密法了解更深 还有这种好事 师弟等我 我马上到 师兄还有什么事吗 这些都是师兄的宝贝 买肥变跳 你见过这么有才的穿越者吗 一曲钢肠断 引来无数师妹狂呼 这么多爱门弟子 偏偏叫我去朴苗峰送古证 真是奇了怪 还是洛无情所在地 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此去一定不能展现 会堂古证的本质 不能引起洛无情的注意 两位师妹 可是朴苗峰的人 是的 师兄来此有何事 我来桂皇发长老的古证 不知师妹 能否帮我转嫁给花长老 我俩还有事要做 师兄还是自己送吧 花长老在右边的山峰上 多谢师妹指路 告辞 师妹你刚刚指的是去阴灵的路 那七夜拿了花长老的古证来还 我不知道他是曾喝取得的 但我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他肯定图谋不轨 所以我就将计就计 给他指了去阴灵的路 接下来 我们就等着看他怎么出球吧 这是什么情况 过阴灵者 可得丹药 而无法闯过阴灵者 则会示意惩戒 阴灵规则 需要演奏一曲 足以撼动999珠阴珠的曲目 如若失败 闯关者将会被鞭斥一顿 脱光光榜在飘渺风三天 我左防右防 硬是没想到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宁愿被打一顿 也不愿被脱光光 脱光光那不是把我20公分的底牌 亮出来那迷倒万千少女 引发飘渺风骚动 第一次谈古证 不知道能不能过关 司马当火马医吧 要对自己有信心 搞起 熟悉的旋律 在七叶脑中缓缓浮现 这首曲子有个故事 属于一个独断万国的传说 在七叶尽情的弹奏中 999珠竹子 以飞快的速度潇洒 甚至还没等 七叶弹完就消失 看来我是过关了 趁着没人赶紧用 婉儿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七叶师兄啊 因临惩罚这么严重 师兄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报复他的方式太过分了 可是我想帮你出口气呢 你呀 太小孩子气了 七叶师兄做了很多 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他隐藏修为 只为了激励我 他还把传宫阁得来的流影欲剪给了我 只为助我快速成长 他应该被困在阴灵里面了 我们现在去救他吧 他好厉害 真的会弹骨争 怪又好听的 我也觉得好好听 心里像是有什么激动的一下 你这家伙到底还藏着多少本事 跟我走 我给你们带路 七叶不知道的是 飘渺峰上的女笛子 都被这感人的旋律所吸引 纷纷露出向往的神色 而在这时 飘渺峰的花长老也听得如痴如作 想不到我部下的阴灵 真的能找到意义上的知己 我要去看看是何许人也 你就是来归还古征的弟子 是的 师姐你们飘渺峰真是难走 这古征是我的 你是花长老 你的血气状态 看起来至少也有二十来岁了 竟然只有炼器酒品 这资质未免太差了 你是中国毒还是灵根受创了吗 回禀长老 我天生如此 你意义造诣很高 资质不会太差 应该是你平时把修炼时间花在古征上了 长老过奖了 这只是我的兴趣爱好而已 再说了 你也不是我们宗门年轻弟子里面最差的 我曾听说外门还有一人 入宗时已在 现在才炼器三层 那人的天赋比你差多了 我在浩然宗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天赋这么差的弟子 你说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 你怎么不说话 身体不是吗 没有 花长老还是先把郭英明的奖励丢吧 这个是自然 你能不能先把曲谱借我一关 我很好奇 好的 这个简单 写好了 你看看 果然是好曲子 捡到宝了 这里有三种改变资质的物品 分别是种虚丹 灵机药液 古树灵果丹 最适合练器 修饰尝试改变资质了 看着这些好东西 饱到心里苦吧 花长老 实不相瞒 这些我都吃过 除了吃后饱三饭 没有任何作用 既然这三种丹药 你都不需要的话 那有你想要别的吗 既然如此 请花长老给弟子碎玉丹吧 碎玉丹固然贵重 对你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你确定要碎玉丹吗 这丹药当然不是给我用的 萧青身为气韵之子 欧皇中的欧皇 给他服用那不是连带着提升我吗 妥妥的稳赚不赔 按照系统的计算 半个月后的萧青会抵达炼器八品 那这瓶碎玉丹一吃下去 保抵来个炼器九品没问题吧 花长老 弟子心意已决 还请长老次下碎玉丹 对于我来说 碎玉丹并不昂贵 这瓶丹药就当你给我的曲谱的谢礼吧 至于闯过阴铃的奖励 你回去好好想想 琢磨一下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这份奖励 再来跟我开口 还有这种好事 幸运女神开始捐过我了吗 多谢花长老 以你的水平 必能与我轮到许久 以后你可要常来飘渺风找我 希望你下次过来时 能带来更好的曲子 这个自然 我必拿出二十分的精神 花长老 七夜师兄 七夜师兄 恭喜你闯过阴铃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了 我带婉儿师妹向你赔不是 希望你能原谅他 萧师兄你干嘛要道歉 他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吗 婉儿你不得无礼 错了就是错了 快向七夜道歉 哼 七夜师兄对不起 既然师妹并无悔 我接不接受道歉都无关其他 七夜师兄 我觉得师妹并非有陷害你的 你就原谅他吧 既然落无情帮着说话 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师妹你未经允许 只因我闯英灵 如果我出了闪尸 是不是属于伤害同伦 虽然我成功脱险 但我的精神损失谁来配偿 这是我储物袋 里面有各种资源 足够弥补你心灵的创伤了吧 非也非也 我对你的东西不感兴趣 那你想怎样 花长老 我请求将灵瓦 关在四过牙一个晚上 七夜既然不接受你的道歉 那你就到四过牙反思反思吧 不要 我害怕 七夜师兄 我建议大家和其相处吧 我再给你一些资源 那我也有个建议 不如你陪灵瓦 一同去四过牙如何 可以 王儿师妹我陪你 很好 落无情对我的好感度 应该又拉低了 花长老 我能不能也去陪灵师妹 不可 你不是我偏鸟风弟子 况且你还是男弟子 是我唐突了 好家伙 你小子算盘打得挺好 这是什么 吃了就行 师兄不会害你的 呵呵 一瓶碎玉丹 你这七夜师兄 实在是对你足够看重 你小子 可别辜负他对你的期望 不行 这太珍贵了 我要还给方师兄 他刚刚故意不跟你说 这丹药是什么 就是怕你拒绝 他已炼器九品 碎玉丹收效甚微 所以 这一瓶丹药 一看就知道 是为了你专程去弄来的 你安心拿着用吧 全力修炼 等修炼上来了 再偿还他的恩情即可 那既然如此 我绝对不会辜负方师兄的期望 我现在就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练功 师姐不好意思 你可以不用陪我来这里的 没事 就当是磨练自己的心性 不过这里不能使用修炼 无期马 黑的还是挺吓人的 确实有那么一点 师姐 我感觉你也有点发抖 胡说 我这是被风吹的 这里怎么会有萤火虫 不知道啊 你看那边还有好多呢 瞬间照亮这里了 那你还害怕吗 不害怕了 我反倒是觉得好好玩了 洛师妹啊 你堂堂住机器修室 还会着凉吗 能不能说点别的聊 方师兄 你们来次有何事 我这错 不该见害你 还请师兄原谅 我接受你的道歉 你们可以走啊 这是玩的一份心意 旺七叶师兄收下 何人再次搞偷袭 你这小子竟然把他推出法阵外 实在是可恨 阴阳炉 这是我浩然宗的招牌阵法之一 你从何处得来 我无需告知你 别费力气了 以你目前实力是迫不开这阵法 我们与阁下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害我们 我告诉你 我本不想杀你 我今早跟踪洛无情到此 以为他最终会进入这里 我才催动了阴阳炉 想要将他炼化 提升我的实力 可你却坏了我的好事 打开阴阳炉 你的目标是我 不关七叶师兄的事情 放我进去 既然是个误会 不如你帮我放吧 呵呵 你们在这一唱一喝的 觉得我是三岁小孩吗 既然抓错了 那就算你倒霉 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撒牙疯 这阴阳炉在急需我的气血 你就放弃挣扎吧 玩儿 我们快去找花长老 你一定要挺住 虎兄 有话好伤了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外门弟子 没有多少油水 我把全部身家给你如何 你在我眼中已是被嘎之人 助击无品 外加法阵加持 妥妥地对付气韵之子的标配 可是我又不是气韵之子啊 马上解决你 能拖一会实力 洛师妹你们快点回来 检测到宿主即将死亡 杀死宿主的对象并不是气韵之子 将为宿主进行恢复 希望宿主珍惜生命 选择杀死自己的对象 为万物苍生正确奉献自己的生命 看来我发现了一个新爆感 小虎妖 继续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不是我干的 你信吗 很好 我倒是要看看你能用几次秘法 小虾啊 你的岁玉丹还没吃完吗 这是最后几颗岁玉丹 应该能助我突破了 渐检测到气韵之子 萧青将在未来语速 主的生死斗时突破到炼气九品 同时拥有略接战斗的能力 可与助击修士相媲美 生死之际还能短暂爆发出助击二品的战力 系统将赋予宿主 助击一品的修为 使宿主能在生死斗时 给予其足够强大的生死压力 再将萧青的潜力逼迫到极致时 再被萧青当众击杀 系统你终于出现了 我好想你啊 我刚才不出现 你就隔屁了 修为灌顶 现在开始 注意助击过程较久 请宿主凝神静气 静待灌顶结束 竟然就地突破 好大的胆子 郭枣 给我安静安静 系统这是哪里 这是在你的石海内 外面我已布下法阵 你可安心助击 助击品质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人到助击 地到助击 天到助击 对应的颜色便是红 绿 金 至于没有颜色的 则连等级的称呼都没有 攻击宿主获得天到助击 请宿主积极旅行 帮助气运之子提升成长的职责 为苍穹 为万物 为苍生奉献自己 天地无终极 人命若昭霞 微微地活着是苟且 只有光荣的死去才是伟大的成功 你撑不了多久了 是吗 那就看看谁先倒下 你是打不死的小强吗 我不服 靠 我要不是有个系统爆 早被你干死了 师兄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 小睡一会儿 真的吗 比真金还真 别慌了神 这小子没事 他说的是真的 七夜 看来是我低估你了 我本来以为我会来不及的 没想到你倒是挺身藏不漏的 竟能击败这妖狐 能击败妖狐 代表你的战斗能力极强 越无品战斗 而且对手是这妖狐 则 这可不是寻常助击能办到的事 还有 能从阴阳炉这阵法中存活下来 足以证明你的阵法能力远超我的想象 师兄 你没事吧 无大碍 身藏不漏 低调牵合是好事 但不要过度 知道吗 既然七夜没事了 给他休息的时间吧 我留下来替他看看 你们三个先回去修炼吧 好的花长老 我们走吧 别装了 不然下一次出手我就会真的赶了你 花 花长老不要冲动 有话好好说 当初这妖狐被抓进我们浩然宗的时候 尚且年幼 血脉也没有觉醒 门内几位长老顺手也就带了回来 结果回来之后 他便觉醒了血脉 我们才知道他身怀乾坤圣虎祖虎的血脉 这一身修为 就是在受牢那种 几乎毫无灵力的情况下修炼出来的 虎地血脉 这家伙真命牛 你有兴趣多一只兽宠吗 那就让他当我的兽宠吧 你可愿成为七夜的兽宠 我 我愿意 开始缔结契约吧 多谢花长王 你降服妖虎 没让他造成更大的伤亡 乃大功一件 我会向宗门汇报 为你领取足够的奖励 而你因受牢的披露 差点命丧虎口 宗门也要对你进行补偿 我回去想想 看看该给你准备什么修炼资源才好 花长王 您真是我的命中贵人 可是狗系统不让我修炼 花长王 您不用给我拿修炼资源 多给我一些防身力气 逃跑法宝吧 最好是那种陷入死阵 都能瞬间脱身的那种 你确定 那些都是外物而已 非常确定 好吧 另外你进入内门之室 需要缓缓 而天道筑机和收服妖虎一事 我暂时不会让人知道 还要委屈你低调一阵子 没事 花长王 我不会委屈 现在没找到解决修炼的方法前 进入内门也是白搭 我尊重你的决定 不过这次你可别想着为你那师弟拿东西了 刚才我见他身上有我炼制的碎玉丹气息 你关爱师弟是好事 可也要顾全自己啊 你去调戏恢复吧 如需什么疗伤丹药 尽管来缥缈封自取 好的 多谢花长王 古兹 过来跟我走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也可以叫我爹 知道吗 我们不能以兄弟手足相称啊 我们未来可是要生死与共的 岂能分尊卑高下 主仆之情过于浅薄 唯有兄弟之情 才能让你我心甘情愿地 将后辈托付给彼此 说的挺有道理 念过书的老虎就是不一样 还不如现在 你我以兄弟相称 以年纪论辈 你称我为虎哥 我称你为业帝 那你叫我爹 我们帝结父子情 不也一样是一桩美谈 我咬你 好了不跟你闹了 说说你的情况 寻常妖虎 一胎不过二三只幼崽 乾坤圣虎族血脉珍贵 乃秉持天地气韵而生 更为稀少 族内长辈常年无法生育 偶有圣虎血脉将士 最多不过二尊 你是毒苗 不是 我母后仿佛得天毒虫 在与我父皇的惊血交融后 竟诞下一百零八尊圣虎血脉 那一夜 万千妖族都以为 我乾坤圣虎族从此崛起 靠 生了一百零八只 比母猪还能生 我愿称之为最强 而这一百零八尊圣虎血脉 也没让我族失望 几乎都觉醒了血脉 其中 有一位甚至出生时 就拥有了圣品血脉 令我族全体激动至极 你不是地品血脉吗 忽悠我的吗 你先听我说完 说吧说吧 可这一百零八尊圣虎血脉中 也有人不受天地宠爱 那就是我 我是所有兄弟姐妹中 唯一没有觉醒血脉的 后来我九皇兄 因和我的个人恩怨 舍己陷害我 让我被迫跑入仙妖战场 九死一生 差点死在里面 最后被浩然踪地修饰擒住 关入寿牢 在寿牢里 不知道是过于仇恨 还是我的血脉 终于到了苏醒的时候 我觉醒了地品血脉 妖殿 这可是大成器的存在 小胡子 你的鼓声真刺激 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才是未来 乾坤圣虎族的王 我必将返回妖界 向我九皇兄复仇 让他知道什么是残忍 可你现在都被我奴役了 咋不去报仇呢 齐叶打算去传宫格一趟 看看有没有解决 自己无法修炼的问题 他不想把自己的生死 寄托在系统上 这些方法 看似是不同的修炼方法 都不过是攻击方式的不同而已 不过这体修 却是最适合我的修炼之作 目标已确定 开始干活 嗨 我白白找了一个时辰 按照传宫格的说法 体修不需要功法 只需要锻炼身体即可 但是浩然宗 有一处地方名为弱月谷 是宗门体修的聚集地 我要去那里碰碰运气 这就是体修的修炼之法吗 玩得这么变态 你在找什么 我想来找体修的修炼方法 那你找我就行了 我会教你的 跟我来 别跟他去 他是疯子 刚来弱月谷的人 都被骗过 你要是真想修炼 去 向右走 那边才是最热爱体修的地方 我该相信谁呢 快走啊 愣在原地做什么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厉老先生 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 我下次再去修炼吧 莫非你不想要修炼 我莉弗的功法了 机缘到了面前 都不知把握 看来你也是无缘之人 检测到传承者 传承者是为气韵之子 提供最顶级的功法的存在 莉弗乃天下志强体修 终其一生 并结合体修的上古传说 创造出了体修的顶级功法 上古神区 该功法可以打破体修的桎 可令修士突破 达到先人级别的躯体 既然这功法这么厉害 他为何还没找到头 在误出这套功法后 莉弗进入神魂混乱状态 失去理智 已燃风烟 终日只会寻找传承者 流浪多年后 来到浩然宗 居住了下来 浩然宗这么多体修 都没找到一个吗 是的 上古神区 对修炼者的自治要求 过于严苛 莉弗寻找三十七载 至今仍无所获 为了使得莉弗的 上古神区 不会失传 请诉主寻找拥有 以下体制的气韵之子 不死神皇体 万劫不灭体等 前来接受 力服传承 为道统传承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系统只是让我去找继承者 又没说我不能学 师父我来了 你来做什么 师父在上 请收我为徒吧 起来 你刚刚可是不想学我的功法 刚开始是小子有眼无珠 不识您的强大 关您过往 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一发 不可收拾 打住 你是否真心想学 百分百真心 很好 那你把左手掰下来吧 你见过这么奇葩的系统吗 安排各种气韵之子 达宿主 这次出现了 重生九十九世的女帝 能不能换个方法修炼 我虽然可以断肢重生 但是这也太霸道了 你是不是不信我 既然不信 那就是心有不成 那你我无缘 请走吧 果然是疯子 前辈 晚辈错了 晚辈并非不信 待会撕下手臂后 我怕会因过度疼痛 而忘记运转功法 这样就不好 我能否先了解下功法内容 既然如此 那我便给你看看肉门片吧 多谢师傅指点 修炼上古神区的功法 就是不破不立 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修炼的过程 竟然是以撕毁下来的肉身为主要 外加灵药一同炼化 化作气血大丹 吞浮后之体重生后 才能达到上古神区的要求 妈妈的难怪 只有气韵之子能炼 这特忙又克精又克命的 师傅 我今日还有宗门任务在身 不如我过两日再来找你修炼如何 假若你是有缘人 等你两三日也无妨 师傅 我想问一句 你有这上面要求的灵药吗 没有 你连这些灵药都没有吗 未免太穷了吧 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是我所有的家当了 还有哪个穿越者比我惨 师兄 你来找我有何事 我明日下山历练 刻地来向师兄告辞 确实 你身为气韵之子 该去寻找自己的机缘了 这是上次婉儿师妹的牌礼 这么多东西 还有一些是我和洛师姐给的 感谢你的帮助 东西不用给 我不是计较的人 你收下吧 就当是我们三人的一份心意 好吧 既然这样 我收下了 既然现在有灵石 直接方式去买灵药就行 就不打扰花长老了 毕竟花长老的人情 还是越晚年越好 这位先师 请问需要什么 找其单方上面的灵药 好的 上面的灵药我们都有 很好 多少零食 五百块 再去给我找两瓶最毒的毒弹 这人有赤尊山的戒指 看来身份不简单走 爷爷带你去见见他 说不定他能助你进入浩然东 真的吗 太好了 检测到气韵之子 楚心儿 楚心儿实际身份 奶磨到女帝堕星 在记忆与神魂 未苏醒前无法进行修炼 堕星女帝欲以原音之躯 转至九十九次 窃取天机 以孕育纯音之躯 如今楚心儿已是堕星女帝 第九十九世 纯音上体已成 因女帝曾对原音下过禁制 当原音面临财补危机之际 必会苏醒 遂请宿主抓走楚心儿 进行财补 届时堕星女帝 必能提早苏醒 以纯音之躯 重修大成 飞升成仙 狗系统啊 我出来买点灵药 都能碰到气韵之子 不行 待会要马上开溜 现检测楚心儿 需要的财补功法 七情六欲 交融大法 将为宿主自动休息 花长老 洛师妹 你们怎么会来这里 七叶师兄 花长老是浩然宗药方的方主 你买这么多灵药做什么 我打算去若越古丹上的时间 那既然如此 你昨天怎么不跟我直接要 等会我让人把灵石退给你 多谢花长老 师兄 这是宗门给你的奖励 有各类顿法不转 飞金丹六层以上的强者出手 无法将你困覆 也有清零加速类不转 不光可以用于逃跑 也能用于短路对敌 至于丹药 则有恢复灵力的护灵丹 提升战斗力的燃神丹 治疗伤势的巨血丹 以及其他解毒破障之类的丹药 小武罩买阵盘内法宝 能用于护持自身 即便是化神器的强者 都无法在半个时辰内打破 但此阵盘仅能使用一次 另外一块令牌 则是耗燃力 也是只能使用一次 但其作用是召集宗门大能 为你出手一次 真是雪中送坛 多谢二位 其实你身上还有一件保命物品 就是你手中的赤尊戒 只要不是血海深仇 无论是哪家宗门 都会给三分保命低 这么好 真是帮大忙了 你手中的赤尊戒指 其实是无情的 这一切都是无情的功劳 你可得好好感谢他 化容知道 骆无情不会开口邀功 所以特地开口帮忙 家人们破防了 要不是这狗系统 说多了也是嘞 多谢罗师妹好意 不过这东西太过贵重了 我还是还给你吧 师兄 你拿着吧 我的身份 不需要用赤尊戒也能证明 拿着吧 他没着戒指不会出事 你没着戒指 真要得罪了反须老怪 九条命都不够嘎的 好吧 那我先拿着 多谢罗师妹 三人继续在闲聊了一会 正准备回宗门 那也算哪出现了 拜见花长老落真船 还有这位仙师 怎么了 花长老 老朽乃外门斗愿楚河 这是老朽的孙女楚星儿 他灵根资质上家 可多年来却无法练弃 老朽斗胆拦阻花长老 只想请花长老为我孙女查看灵根 是否有何一成 如果花长老有何需要 老朽愿付出一切 用手触碰他 这灵根资质极为不错啊 可星儿这么久来 就是无法纳气入体 进入炼气 可服用过什么丹药 使用过什么服转阵法 聚气丹 破海丹 甚至碎玉丹都是过了 神功服 化灵服 麦合服都用过了 至于阵法 连最为激进的坟脉阵 我都用过 但是这些都没起作用 这楚家人该不会和七叶一样 也在骗我吧 比如七叶这家伙 先前欺骗自己 说自质极差 还说灵机药业之类的全吃过 谁知道是个天道筑基 隐藏的真身 那不妨先去若月谷吧 心儿自质难得 或许是道徒多舛 若是有强健的体魄 或许能等来解决的方法 多谢花长老提点 多谢花长老 七叶 这位小妹妹去若月谷 找修炼功法 你可要帮帮忙哦 好 要不要这么玩我 我都低调的不出声了 生怕引起注意 这踏码还是要跟着你弟碰面接触 万一系统给我一件托管 使用无名功法 那我不是要量量吗 好的 花长老 布子 你去外面帮我把风 你练什么丹药 确定不用我陪你吗 不用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用进来 好吧 七叶 七叶此时开始炼制体修所需的单位 这功法果然霸道 竟然在炼化自己 还好我有后手 七叶虽然成功了 但此事的生命力也无多少 因为它并不是稀有的体质 它只能卡系统霸 用独单重生自己 这个方法可行 待会就将其周身全炼化 天道助肌一品 外加体修助肌一品 太打击虎了 我想静一静 师父您看 我已修成入门篇 一个晚上才修炼完四只 太慢了 那你以前多久修炼完四只 两个时辰 前辈 请问此处是何地 这里 是传说中的天命牙 能来天命牙的人 都是有机会得到我传承的人 你的资质不错 但注定无法修炼 不过我可以帮助你 真的吗 多谢前辈 很好 那我问你 你可会断肢重生 前辈 我 我不能 那既然不能 你就无缘修炼我的传承 不过 既然你已经来了 而且体质如此特殊 那我可以助你成为修士 多谢前辈 不必感谢我 我帮你 是因为你能帮我徒儿而已 师父 你把储仙带来做什么 他怎么是昏迷呢 自然是因为我要助他修炼 师父 你给我吃什么要玩 这个你不用管 我不会害你 等会运转无名功法 你可以将那压作体内的 纯阴之力 与你体内的元阳交换 你的上古神区 是窃取天机而成 只要你与他双修 你的元阳就能助他修炼 而他的纯阴之力 进入你的体内 也能助你度过雷劫 为师这次 既是帮你 也是帮他 不是吧 便宜师父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话说你这有点帮到忙啊 师父 我觉得此事不妥 好了 非礼物事 即便为师是你的师父 也不适合在此处停留 我先走了 师父 你这洞口关的 是想把我排在这吗 我怎么在这里 你又怎么在这里 是利前辈他把你打晕了 再逼我吃虾要完 我现在正在抵抗药力的作用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还能想干什么 我在努力压制自己不犯错啊 你手里有没有 你爷爷留给的保命法宝 有 是几张不需要灵力就能用的福转 好 来 往我身上丢 杀了我 为什么 你不杀我 难道还真想让我把你给霸占了吧 七爷觉得虽说 楚仙儿是弃隐之子 但是 只要自己不是按照系统规定的杀法 被杀在弃隐之子手上 自己是绝对不会杀的 所以 换句话说 自己只要不是去强占楚仙儿 就肯定不会被抗 你不用为了我的清白献出你的命的 别瞎感动啊 我能复活 快答了我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连我爷爷都没办法死而复生 你一个助击休士 如何做得到 你住手 你傻了吗 你难道不怀疑 我在用苦肉机骗你吗 我不觉得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坏人 但现在看来 你似乎和传闻中的你不太一样 你别干傻事 冷静点 谢谢你 所以今天的一切就当成一场梦吧 妈蛋 玩犊子了 这女帝苏醒了 你快能治吗 我都能强调一样的一切就当成一场梦吧